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情节所感动流泪 记得当时还被一起观影的同学嘲笑泪点低 阿米尔汉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说道 每完成一部作品 我都觉得是最后一部 因为太累了 没错 每拍摄一部电影作品 他都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也许就是这样的精神 成就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这也让他成为了印度的国报级演员 今天我以这样的方式向他致敬 谢谢阿米尔汉 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励志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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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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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底座雕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下方评论区说出您喜欢的某位名人 我可以看到并选择制作 视频内左下角是尼苏Sikki的个人网站 已经正式上线了 只要您提供照片 就可以在网站内联系到我 为您雕塑独一无二的肖像作品 送给家人 朋友 都是最好的礼物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